这段婚姻用四个字形同虚设 只是告诉人家 我现在有婚有孩子 用一个词来表达你们的状态 赌气 你和婆婆 两个关系不好 脾气大 赌气 这边呢 你要单过的 那钱就得你家来拿 所以你们都在怄气 问一下男方吧 老婆是不是比较强势啊 对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有这样的现状 一方 尤其女方更多一点 数落男方的不是 挑剔男方 但是我想说 总挑剔别人的人 非常强势的人 其实问题最大 挑剔什么意思呢 我有更高的标准 我是对的 我站在至高的一个点上 来攻击你 你是不行的 但是这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不爱他 或者不够爱他 当你挑剔的时候 意味着他不如你 所以你告诉自己 他不值得我爱 你越挑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就意味着告诉自己 我可以不爱他 可以不需要那么爱他 赌气 加上报复 再加上 这种挑剔和数落 我一直比较支持 在你们俩的生活当中 要尽量地平等 不要一方 一定管制另外一方 在你眼睛里边 别人都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这个男人越来越笨 越来越不主动 挣的钱都不往家里拿 他再跟你欧气拿 因为你心不在一起 所以说 你管得越多 你发现 你们距离越远 你得到就越少 适当地 放低自己的标准 两个人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平等对话 可能就慢慢 消到了彼此的怨气 然后才能有新的开始 说别人不好 自己一定也不好 容不下别人 其实是容不下 自己所谓的高标准 但实际上这些 恰恰拉远了彼此的距离 一个良好的婚姻 一定是正向的 而不是彼此在攻击 彼此在逼谁 那这个日子谁也过不好 好